欢迎收看《维新世界》 恭赞王蝉老祖天威赞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订阅《维新世界》 欢迎收看订阅《维新世界》 国业维新圣教 物系千秋 恭祝阿弥陀佛佛弹 復国息灾 大法会 谈上中华民族 15615姓氏 列祖列宗朱祖令 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宁 秦朝时期席湖东渡日本 地带天皇以来 124位天皇朱建宁 持有后于北于韩国朝鲜半岛 环雄天皇以来 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宁 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 晚始金敏与 当下华会 台上 谷鼓堂上主仙 朱祖灵 住家地基族 租齡 無緣住宿英靈 還有少數人 孫上病魔 余婦靈 各位烈結言辛債族 雙法界三界萬靈 眾等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今天我們這一節 繼續為各位來彈結 公戰 王坦老祖教主天位 王坦老祖 大如今今 法麥昆仑 故我接受鼎禮 為什麽 王坦老祖有這麽大的天威 神通廣大 消災化解 等等 也是因為王坦老祖他的天威 他的大慈大悲 才能夠 為眾生消災化解 才能夠 我們世間 我們世間所有這麽多的維新地址 時光善信大德 反有求 必有所應 有如今年 在台灣 好多次的 颱風要來 老祖祖來開示 要怎麽樣修法 鼓勵大家全民念佛 然後 以練佛的功德利益來供養 上天天神 諸佛菩薩 慈悲 來將 這個決戰 轉化為無形 結果今年都一一應驗 那麽有人 在 聯想到 為什麽台灣 有這一位大神 在台灣 又為什麽 這一個王坦老祖 他的聖像大精神 高25米的大精神 落成之後 台灣的氣候穩定下來 等等的 疑問 問號 都只有一句話 腦子的十倍 腦子的法力 深通廣大 其中有一項很重要 大家都忽略了 就是我們維新聖教的 弟子們 賢士們 我們所有的法師 講師 帶領了 我們的賢士同修 大家認真誦經 來祈禱祈福 所以王坦老祖 開示一句話 大公無私的祈禱 都會 如願的 大公無私的祈禱都會如願 只要對大家全體全民有利益的 有安全的 都會如願 不是說 老祖啊 我現在三點半了 我欠錢 你幫我忙好不好 求老祖保佑保佑 我欠錢 這邊借 那邊倒 那邊借 這邊倒 這種現象的人很多 為什麼這樣 本身基礎 你就不好 基礎不好 那難免你的事業 這邊借那邊倒 那邊借這邊倒 到時候全部倒 社會亂糟糟 人世間的恩戀情頭都跑出來 這個很不好 所以王產老祖才開示我們 我們要養賢蓄財 正民欲得 高尚其治 天下就太平 所以成就了 維新聖教 一經大學 中全學習的教育體制 又要開五千年來所沒有的 教育體制 所以王三老祖 慈悲所看的是未来 是远见 而不是我们的短视短见 那么我们微信地址们 王三老祖也培养出我们法师讲师 246位了 到昨天统计起来 246位 所传的地址学生们一直在增加 这个需要让家家户户了解因果律 了解自己的命 了解自己的功德力有多少 自己的有没有福 有没有德 若是没有福 也没有德 那你一直强求 做不来 所以只有说 告诉我们 命中若有自然有 命中若无莫强求 若要大富与大贵 为从基善以众德 这就是大楼金仙的远见 大楼金仙不是小仙 大楼天就是太极天 太极天 他的 太极天的功德天 所有万圣之族 太极天的教族就是王三老祖 所以诸佛菩萨 诸天圣神 也都是从太极天而转过来的 所以我们要理解到这个境界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找到自己的那一颗本来的自己 那就是良心 就是王产老子的本心 所以大楼金仙 大楼金仙 原来我不理解什么是大楼金仙 我在民国去世一年 在修行的时候 在开蓝天的时候 一直求台湾祖师 观世音菩萨慈悲开示 王产老祖他是怎么样的大神 我们一直观念认为是微谷子而已 所以观世音菩萨他开示了 王产老祖师大楼金仙 而不是环乎世间环人 所说的那个算命的祖师 也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狭隘 他的小神 他是无手不包的大神 他是逍遥住在 要请他下来 那个金是不简单 五千年来 他都没有下来到环坚来 没有到世间上来 这个其实只有王产老祖 他是大楼金仙 后来我才了解 原来王产老祖大楼金仙的意义就是这样 所以佛也是一样 阿弥陀佛 他在一万年了 在这个地球上他有一万年了 他就先派观世音菩萨降还尘来 来普度众生 所以观世音菩萨 他度众生 不持劳苦 所以有个普文品 所开示的 有三十二硬化身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石碑 所以观世音菩萨 原来他就是与王产老祖 在天上界 在极肉世界 他的一个国位 也是阿弥陀佛身边的一位大菩萨 也有如大四字菩萨的这个国位 他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国位 所以看到世间这么乱 台湾祖师他也就是阿弥陀佛 他又转世投胎来 修成正国之后 又回去了 才理解世间的一切苦 所以台湾祖师他 他要救这个世间 只有一位大神 王产老祖 来协助观世音菩萨 才能够消灾化解 天下才能太平 所以我们先佛室大殿 中间是做的阿弥陀佛 龙边是王产老祖 虎边是观世音菩萨 原因是这样来的 这个神 佛 菩萨 都是古位的名称 所以王产老祖 他在东途降生 他为王产老祖 那么他的王产老祖 他到世间上来 究竟投胎转世了有多少呢 据我所推测来 个人所见 佛室世俗八卦祖 他就是八卦祖 佛室世俗 一化开天 再化辟地 也是女化世俗 也就是王产老祖的化身 然后到了 中华山族 神龙元帝 宣传皇帝 站出游的时候 那时候 他投胎转世了 就为鬼医区 鬼医区 他协助宣传皇帝 把出游 打败了 没有想到 这个一打败来 造成中华民族的恩恋情仇就开始了 这个恩恋情仇呢 弄到现在来 五千年了 恩恋情仇还没了 恩恋恋 永远不分明 所以老祖孙孙 established 所以老祖孙孙 被了这个 這個被吃由後衣 吃由他的本靈本尊 要亡產老祖 倒叫吃航之後 為中華三族 一定要以追君作言 將 三族 兒女恩怨情仇 要弄清楚 要一個交代 才有今天 皇上老祖倒叫吃航之後 才有這一個 叫做 聯合祭祖大典 將 三族以後 以來 到現在來 因為3760多大小戰爭 而分化出了 所有的 15615個姓氏 的祖靈 在這 這麼多恩恩恋恋情仇 沒有人 無了期 所以這個是中華民主的不幸 這個也是 告訴我們 王才老祖 他的法脈為什麼在昆仑 告訴我們 中華民主的法脈 昆仑山 那麼高山 地球的 變化 由高山 變成平地 平地 變成高山 一直在 輪回 輪流的投胎轉世 人一直在 生生死死死生生 在變化 到現在來 才有15615個姓氏 地球世界上是不是這樣就了了 還沒有了 還是一直在 轉化 有如 現在 地球 的水位 有的升高 有的下降 有的島嶼 現在呢 就幾乎 人不能住了 這個就是人在變化 法輪常轉 法無定法 變化無窮 這就是道 就是世間的道 所以我們人在世間上 你了解到 很多的視線 硬化給我們所看到的 我們應該要理解 你理解了這個道 就法無定法 輝法輝輝法 易輝法 一切是無常 永遠是真常的 真常 就是我們的 靈性 是永恆 是真常 所以我們的身體 也是無常 我們的身體裡面 也是有常 就是我們的靈性 但是要找到靈性 理解說無常 和真常 確實不簡單 所以王臣老鼠 要我們 各位維新賢士同學們 要先去了解 真常和 無常是什麼 真常 就是我們的靈性 我們的心 我們的心 生命永恆的 是真常 我們的肉體生命 是無常 隨時會壞 隨時會死 會爛 這個身體是無常 今天為王國將相 明天為煥乎走足 再過一段時間 就為 這個 靈魂界的 孤魂幽靈 這個都是無常 那麼什麼是永恆呢 只有我們 凡事做到 問心無愧 做得對得起良心的 那就是我們的 靈性的生命 我們要了解到 自己的靈性的生命 是永恆 也就是我們的心 所以這個講起來是很深奧 但是也不深奧 只要你用在日常生活 你能夠 凡事做到問心無愧的 你就是真常 你就能體會到 我的靈性 我的生命 是永永遠遠的 存在的 但是你 這個看到這麼說 很簡單 打油絲 來 形容 很簡單 但是要面對 問題到的時候 確實又很困難 所以王產老祖 開示我們 我們要 就是要學大樓金仙 大樓金仙 就是王產老祖 他就大樓金仙 一切 做到問心無愧的時候 你就是大樓金仙 你要做大樓金仙 你一定要修心修口 還養靈 你的靈是什麼 靈性是什麼 簡單用神佛的 名詞呢 就一個叫慈悲 上帝的愛 菩薩的洗慈悲和洗手 阿彌陀佛 他的 慈悲 祝福菩薩的慈悲 這都是我們人的生命的永恆 所以王產老祖 開示我們的事情 很多很多 一言難盡 那麼 王產老祖的天威 告訴我們我們時時 練王產老祖的天威 所以我要 我們微信電視台 每天都有攻佔王產老祖天威 都視線在 微信聖教 我們禪吉山先佛寺 疫情大學 各位同修的身上 都視線 那個就可以找到 王產老祖的天威 攻佔老祖天威 必須要有 人 有行物的行動 你才能看到天威 看到你 大眾的天威 所以天威 是包含了 一切 陰陽 兩界 的心 和愛 和慈悲 即是天威 祝福各位 小明星 謝謝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